在西方思維之下 那麼各種偷糧換柱都不難 只要有一個某種思維體系的那個名詞來作為引導 它就可以實行偷糧換柱的動作 180年前林哲許講的這句話 這和我們今天印證到今天臺灣的教育 你說過去30年以來的臺灣的這個教育改革 我覺得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 只不過一個是鴉片 一個是教育 然後有一個感觸 我說今天把這個事情提出來 把這個話提出來 今天臺灣的學子有多少知道林哲許這個人呢 就是臺灣今天的困境 有很大一部分是教改形成的 那麼如果今天教改不能夠徹底檢討 徹底的檢討 就從白皮書開始的各種理論 來把它先擺到一邊從頭檢討 然後虛心的去處理 那麼大概就跟林哲許說的一樣 今天就已經快沒有可用之兵了 有一個問題啊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你覺得一個國家 他辦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我一直在強調的 但是我一直在強調的異議 讓我們肯定會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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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會 sin 我現在我一定要不肯定會保持什麼 那麼我應該會不會被抽到一邊的時候 能够帮助孩子长大成人 而这中间 你有没有这样子 称识一个家的这个能力 就是你个人最低的一个要求 如果进一步 你还能够对这社会国家有所帮助 但更丰富的人生 让你年老的时候回头一看 可以欣然一笑 我们带孩子来谈 我们会谈的是这个点 可是我们现在在跟我们 现在政府去沟通的时候 当然因为这个意识形态 他的改变对于我们政府来说 他的很大的政治红利 我去跟他谈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当然因为谈的不开心事 我们跟马政府谈的时候 他居然都听不懂 这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可是跟蔡政府谈 是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那么所以我们跟他去谈的就是 当一个教育让孩子的竞争力越来越弱 让国家的世界竞争力越来越弱的时候 你这个教育需不需要讨论 那么怎么说呢 因为在课纲的情况之下 不但国文被删减了 历史被删减了 删减的最严重的一个是自然学科 那么自然学科呢 他现在以高中的课程来说 他高中三年他的必修学分 他只有八个学分 也就是物理 化学 生物再加上地科 每一科平均分配两个学分 高中三年一个读理科的学生 他只读两个学分的物理 所以所有今天重要的一个 这个物理的一些概念 他们都不清楚 在必修学分中都没有 比如力学 量子 量子现象 或者是电磁学等等这些 他们都在这两个学分中都排不进去 因为课程当然是由浅而生 这是比较难的 排不进去 但接下来他们就在 1月他们21号 22 23 三天就是学测 然后他们就参加学测考试 学测的时候 他的自然学科 也就是这两个学分的范围 他们考了这个学测拿到成绩 他们就申请入学 那么学测完以后的申请入学 他们是占了大概大学入学名额的75%左右 所以学测以后的申请入学 是进大学最重要的一个关卡 但是进到大学的这些学生 那么他们人数已经比我们当年少 我们当年可能40万人 他们现在都十几万人 他们所有的生的孩子 我们当年有四十几万 他们现在都十几万 然后能够去读大学的 当然比例就更减少 而他们变成每个都是宝 他们去进到大学 如果他们去读最夯的电子科系 他们进去可能发现自己根本读不下 这个是台大拉等等这些顶尖大学 他们的教授跟院长的忧虑 因为他们一年年看到进来的学生 他们程度越来越弱 他们甚至没有学过电子学 就进了这个半导体学院 那么进了半导体学院 这中间这是最重要的核心科目 他们真的去学 他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 那么花了那么多钱 然后成立这些学院 希望栽培台湾的这种最重要的产业的人才 这些人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人选 而这些进来的人就发现他们自己 虚耗一年两年的光阴 就这种情况在现在大学已经出现 而108克纲在明年1月21号考完 22、23考完以后 这个现象更会加剧 所以我们今年就会看到 在各重要的学校 从台大清大等等 他们都成立半导体学院 可是半导体产业他们共同的呼声是 他们怕他们即使花了大成本 成立半导体学院 他也没办法招收到足够的学生 他们做他们的高阶工程师 所以他们也说他们想办法 争取外来的外国的人才进来 国外的人才 他不仅讲外国 他说国外的人才 那么更不行 他就只好签场签到国外去 他们只好这样 他们在应对台湾这个人才不足的问题 但是我们就会知道 台湾这些年轻人 他们就 他们没有办法迁移 他们能够迁移的毕竟是少数 当这些厂都迁移出去的时候 他们不是更面对一个忙忙的人生吗 所以这整个造成 他们个人竞争力的弱化 跟国家竞争力的弱化 都是现在教改 已经很清楚呈现的问题 可是即使是这么严重 我还是没有看到我们政府决定要从头把教改理念做一个修改 可是当年教改突生二十几年前出来的时候 一年完成了教改白皮书 马上立刻成立教改委员会 马上最后教师法教育法都修订了 然后开始积极推行 然后第七次教育全国教育会议 第八次全国教育会议 可是现在教改这么 这么庞杂盘枝挫节的这个问题呈现 我就没有看到有任何人做提出一个全国教育会议 重新彻底检讨教改出现的弊病 这是不可以很诡异的一件事吗 是的 是的 因为我的解读啊 当然我只是说我的解读啊 就您刚刚描述的这个现象 就关于政府当时那么积极 现在这么不积极 主要就是现在的状态是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 这是我的解读了 然后提到政治利益 我想趁这个机会和邓老师聊一聊 因为香港的学生跟台湾的学生 他们所受的教育跟台湾学生受的教育 你有没有机会跟我们做一个比较 因为我哥哥啊 他是香港作文大学教授 所以他在香港了几十年 他在台大教了四年 就去中文大学教 所以呢 我们呢当然也因为妈妈在那边 我们在每年寒暑假都会去香港 所以对香港来说我们还算熟悉 但因为我们的侄子子女都在香港受教育 所以在以前我们会看到他们的课本 我都觉得很有趣 那么他们课本里面真的是不太有 对中国对于其他地方介绍 他们在小学课本里面 他们就要介绍香港 那我们知道香港弹丸之一怎么介绍 那么有一次是我直直跟我说 咕咕咕咕 你看 我怎么现在住这个地方灌华园 灌华园有出现在历史课本中 我说真的啊 不知道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吗 然后一看没有 我们知道香港的这个社会课本 它的地理是从一栋大楼一栋大楼的介绍 我当时感觉是我们的地理多好啊 我们地理哇 我们全这个中国36省 都在这一段时间中全部介绍了 对不对 而你们地理居然是介绍一栋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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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是浪费生命 那是我的感觉 然后后来呢 我跟香港的这些 在印著香港读书的教授们 我们一起出去玩 到了上海育园 那育园不是有一个石头吗 是当年呢 当年在灰中时代 灰中清中 那么它本来有个花石缸 那花石缸就是水浒传开头写的嘛 那么花石缸要运太湖石到汴京 然后去做育花园 然后但是呢 就到这个地方 已经发生了静康之乱 所以这个石头就留在了上海的寓园 当那导游我在那边讲故事的时候 然后呢 那教授就拉一拉我 就跟我说 什么叫做静康之乱啊 我说你不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 他说我们也读 说说我没读过 然后我就想说 哇 你们的历史教育 还真是 真是 不好意思 够殖民化 这是我当时心中的想法 那么中共统治了香港以后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他们有事之事会处理吧 可是后来呢 香港的有这个出版社跟我谈 就是想他们的香港的这个课本 还有很多年他们都没有任何文言文的文章 文言文不是说文言文有多重要 但是没有文言文的文章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们呢 5000年文化中间在4900年都是文言文吧 当你没有文言文文章的时候 你等于跟这些全部断绝了 不是吗 他说 而他们现在开始摆几篇文言文文章进去了 那么他说 所以呢 不知道老师们不确定会怎么教怎么考 所以他到台湾来考察 就要跟台湾老师交流 然后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协助 那么 我那时候就等到我们108课刚出来的时候 我跟香港做个比较 香港呢 好不容易增加了12篇古文 台湾呢 从60篇删减到剩下15篇 那么如果扣掉呢 这个硬塞进去的台湾文学 其实也剩12篇 还蛮像的 就说我们跟香港的教育齐一了 这国文教育 那么历史教育呢 也有一些香港的朋友 他们跟我们说 他说 但老师 你刚才说的那个教授他的故事 不是香港的完整的故事 他说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 我们历史都读了 我们读的还比你们好 你们还有意识形态 我们是很客观的读整个中国的历史 但是现在的香港没有这个了 历史教育 好像历史课本 我知道 我不能说现在 就说两三年前 那时候我在询问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历史已经不是必修 是选修 然后呢 他们呢 有所谓的通识教育 那么他们通识教育呢 就是什么今日香港 现代中国等等 那么当时呢 香港的中文大学教授 就跟我大力踏法 说这些通识教育非常有问题 所以后来香港呢 不是发生了反中的运动的时候 那我觉得所有的这个电视 他在播的时候 感觉上不同的电台就播不同的偏向 两个几乎是不一样 那么一边是学生打砸枪 一边是呢 警察在杀这个对民众 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说 我们就去 你不是放假吗 我们就去香港逛逛吧 看到底怎么样 那么所以呢 我们又去香港了 我们跟我儿子女儿就到香港去逛逛 看看情况如何 看到他们现场状况 顺便我就买了一下香港的这些通识教育的课本 因为那个老师这样这么跟我说 我就看了一下 我看完就觉得他们通识教育的课本 他们的现代中国 他对于中国是整个介绍的 他的今日香港 他又是跟说你是什么人 又从这里开始了 我就想到我们的公民课本好像啊 就他们从一开始切入点 好像啊 那我就想 难怪我们这个台湾的孩子跟香港的孩子 真的是水乳交融啊 他们的这个基础的这些很多概念 其实真的都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很大 然后呢 他们所形成的共识也蛮接近的 这是我的感觉 我为什么有种感觉 背后有一个势力在影响着台湾跟香港 对于年轻人的教育 我不知道我的感觉从 我知道我的感觉从何而来 只是我不是再一次的 我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件事情 但是从客观的条件看起来的话 的确是我觉得是有一股势力在试图改变 我们这个台湾的下一代 香港的下一代的孩子们 对于中国的思维和中国的这个教育的立场 我觉得我这个话应该说的相当含蓄了 我应该说的相当含蓄了 我不知道段老师你是从事教育的 我不知道你对我刚刚这句话有些什么反应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变化应该从一百多年前开始了 我们在五四运动的时候不就是全面西化吗 我在全面西化的话我从中医的特别有感受 所以当年我们的教育是一本书一本书 然后来上的 他们接下来到了西方的这个思维进来 我们的所有的分科 我们的课堂 然后我们的教材 我们的这个框架都是西方思维 所以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我们已经很主动的 是引进了西方的思维 那么这中间已经打破了所谓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这个概念 我们是以西学为体 这个思维一直影响大陆不也是这样吗 他们其实一路走下来 他们没有摆脱过西方思维的这种影响 到今天都是如此 那么而台湾的教育 我看到的这个大框架也是这么框着的 所以接下来你说呢 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有益的 就是我们当年西方的这个思维进来 是我们为了国家需求 然后现在这个进来的时候 这框架是早就建立了 那么内容形式有没有偷梁换柱 我觉得在西方思维之下 那么各种偷梁换柱都不难的 都不难 只要有一个某种思维体系的那个名词 来作为引导 它就可以实行偷梁换柱的动作 事实上我谈到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观察 当然我对西方的教育也不是专家 但是我的观察 西方对于自己的孩子的教育 是很重视自己的国家观念的 像美国这种国家 它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嘴巴上说的是很自由 但是他在教育自己的下一代 对国家的这个观念 或者我们叫他对于爱国的观念 对爱国的观念 是非常非常强烈 非常严谨的 我对比今天我们谈到的台湾跟香港 并没有这种所谓的爱国观念 当然爱国这两个字 现在谈起来好像是一种贬义词了 不是一种褒义词了 对不对 那么但是不管你怎么样看这个世界 你不管你到哪一个国家 我很难发现哪一个国家 对他自己的下一代的教育 是不教育他爱国的 我找不到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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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